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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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一下网盘上的BE主题圆码包的内容 有个文件夹叫17-8-7 这是17.8的BE主题 这个目录里面有两个BE主题包 一个是带插件的30兆 另外一个是不带插件的15兆 我们用带插件的那个30兆的 30兆的这个包含了三个商业插件 具体的介绍在网盘的文档里有详细说明 网盘上还有目前最新的版本 比如20.6的主题包 这个是完整包 一共30兆 里面包含PSD文件 不带插件 最新的这个BE主题包只有5兆 安装时需要许可证 具体方法下节课会介绍 下面我们安装WordPress 17.8版本的BE主题包 有30兆 上传主题的方法有很多种 从WordPress后台 直接上传的这种方法不推荐 因为这30兆的主题文件上传容易中断 这次使用的方法是 用FTP软件上传这个30兆的文件 然后利用阿里云主题后台 有一个解压缩功能 解压这个30兆的包 WordPress文件包 也是用这种方式上传 然后解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远程的空间或者服务器上面解压之后 用FTP软件整理WordPress的文件和目录 然后把BE主题的那个目录放到正确的位置 如果不会用FTP软件 有的国外主机 它的后台面板有一个文件管理的功能 从那里也可以移动文件目录 总之要把WordPress和主题目录放对 整理好之后 打开浏览器 输入域名 提前要绑定好域名和主机 就是通过输入域名会访问到刚才的那个主机目录 关于域名绑定主机 如果有需要请给我留言 以后追加讲解 我是从WordPress官方英文站下载的 第一步选择语言 然后填写数据库信息 包括数据库地址 用户名 密码 数据库名 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主机的服务商 如果是自己搭建的环境 由自己来分配 表前缀可以忽略 如果在一个数据库里 安装多个WordPress网站 需要修改表前缀 全部填写完成之后 下一步提示成功 继续填写站点标题 网站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电子邮件是必须填写的 下一步 WordPress安装成功 下一步 打开网站后台登录界面 输入刚才填写的用户名 密码 这是管理员的 进入WordPress网站后台 这时我们先看一下 WordPress的网站前台 这是WordPress默认主题的首页 回到后台 左侧菜单 找到一个叫外观的 里面有一个主题 找到B-Theme主题 如果找不到 或者说出现错误 估计是B-Theme目录没方对 具体看一下前面的演示 解压之后的主题 要放到Themes目录下 启用B-Theme主题 安装自带的插件 从左侧黑色菜单的 有一个外观 里面有个紫菜单 也可以安装插件 这是B-Theme主题需要的插件 这个插件列表 不是WordPress那个总插件的列表 这是B-Theme插件列表 这里面的插件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免费插件 可以直接在线安装 另外一部分属于商业插件 一共有三个 一个是编辑器 两个换灯片 安装演示Demo之前 要安装并启用 演示Demo需要的插件 因为每个Demo需要的插件不一样 B-Theme主题自带了一个编辑器 可以不用安装第三方的 这个VC编辑器插件 插件安装并启用后 回到左侧菜单的外观 里面有一个紫菜单 我把它翻译成 预先建立好的网站 这里列出了200多个 都是预先建立好的网站 这些网站数据都在远程 我们任选其一安装 选择第三个网站 点击图片 显示需要安装两个插件 其中SlideRevolution 已经安装并激活启用 但下面的CF7插件还未安装 这是一个免费插件 安装方法看演示 在安装DEMO之前 先看一下此时的网站前台 是一个空的 只有一个默认的标志图片 网站后台的页面 文章还有媒体库 都是默认状态 现在这个状态 可以正常的操作B1 如果你会用B1主题 也可以从0开始做页面 搭建网站 但是那样我觉得效率太低 不如直接修改网站演示DEMO 方便和快捷 回到预先建立好的那个200多个网站列表 安装 有个选项 选择默认第一个完整安装 它里面包含了图片和视频 安装时间要长一些 也可以单独安装内容或者是设置 看到安装成功的提示后 下面还有三个提示 第一个是安装这个DEMO的换灯片的DEMO 我们回到网站前台 刷新首页 发现有一个红色提示 这个DEMO使用了SlideRevolution换灯片 它现在是空的 还需要导入这个DEMO对应的换灯片的DEMO数据文件 SlideRevolution的设置 也是在Wordpress左侧黑色菜单里 换灯片的主界面 选择最后一个是导入换灯片 导入文件 这个数据文件在主题包里 数据文件名与DEMO的名称是一致的 导入完成之后 这个换灯片的后台会多一个换灯片项目 然后刷新前台 前台的换灯片也正常了 此时发现页角多了一些内容 这是从后台外观里的小工具里面删除 这个DEMO只有一个页面属于OnePage网站 这一条路上的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主题选项和编辑器界面都是英文 但是网站前台的文字都是自己填写的 可以是中文也可以是英文 下面说一下B主题的汉化 WordPress自身是支持多语言的 它有中文字库也有英文字库 可以从WordPress后台的设置 选择不同的语言 我们自己制作了B主题的中文字库 只需要把中文字库的文件 上传到指定的目录就可以了 具体看演示 它会把B主题的主题选项 B主题的编辑器变成中文 这些都是后台的 有一些前台的系统文字也会变成中文 息中文字库 宜обр Alone 先生 有点 谢谢 说 船 如果还需要英文的前后台 可以直接在 WordPress 设置里面切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B-SIM 17.8 版本的安装和焊化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可见